刘建国1969年生于云林县 八岁上父 34岁的刘妈妈独自带大五个孩子 拟幼的她骑着脚踏车到宫庙里 救济物品贴补家用 1993年加入民主进步党 1994年参选 斗六师市民代表势力 她说 高政治的人要有一点性格 就是有点抽屁 又有点激活 1998年选土重来的当选 2002年转战 云林县议员成功 并2006年连任 2008年立委选举一份落败 不过2009年应对手涉及会选 遭到法院判决当选失效 她与2009年立委途选高票当选 连任第85月至今 在2020年的云林县造势大会 为总统同婚政策辩护 她说 同婚议题的核心是人权 她没有办法不关心弱势的同志 更坚不得同志受到社会的迫压与歧视 2020年12月因莱猪进口投票 与民进党中央不一致 招罚款3万人 停止党团党权运作3年处分 2022年参选 移民县县长 她说 我从政的念头 可能就因弱势相惜受到不平衡 但与鹅蒙养自己也不甚清楚